一箭双雕震慑突厥可汗,定计分化瓦解突厥 保持隋朝北晋安宁二十余年,微型预外的又萧卫将军长孙盛 长孙盛,自济盛,小自俄王,河南洛阳人,北周隋朝时期的武臣,著名的外交奖 长孙盛,为北魏太师,上党文宣王长孙至曾孙,北周开府一同三思,长孙都第三子 他深信通达聪慧,略设舒适,善于弹丸和射箭,皎洁过人 当时,北周崇尚武艺,贵主子弟都应有武艺而觉得了不起 但每次与长孙盛骑马射箭,那些贵主子弟的射益都在他之下 北周武帝天河四年,公元569年,18岁的长孙盛,任四位上士 他起初没有名声,别人也不知其才能,唯有隋国公杨坚,赞叹其为异才 曾牵着他的手对别人说道,长孙囊武艺超群,刚刚跟他说话 又发现他有令人称奇的谋略,未来的名将难道不是他吗 大乡二年,公元580年,突厥首领沙陀洛可汗,阿史拉赦图,请求与北周通婚和亲 北周太上皇宇文云,以赵王宇文昭之旅,封为千金公主,下嫁突厥 聘取时,北周与突厥各自炫耀本国实力,都精选骁勇之士作为使者 所以北周朝廷派长孙盛作为鲁南公宇文庆的副使,护送千金公主到突厥的牙照 北周曾先后派遣十余名使者前往突厥 但沙陀略可汗,大多亲事不予礼遇 唯独对长孙盛特别喜爱,经常和他一起游列,以至于长孙盛滞留在突厥达一年之久 传说有一次长孙盛随沙伯略可汗出列,遇到两只雕飞着针肉池 沙伯略可汗给长孙盛两只剑,说请射取他们 长孙盛弯弓射去,正欲双雕争夺,他一发而射穿两雕 沙陀略可汗大喜,让各位子弟贵人都与长孙盛亲近 学习其弹丸与射箭的本事 一箭双雕的成语,即出此事迹 当时,沙陀略可汗之地楚罗侯胜得重心 结果遭遇沙伯略可汗的记痕 楚罗侯便密派心腹,暗中与长孙盛结盟 从此,长孙盛借用游猎之机考察突厥山川形势 布众强弱,长孙盛回到北州后 把突厥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已出任北州丞相的杨坚 杨坚听后大喜,于是升任他为凤车都都 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杨坚受善登基建立隋朝,视为隋文帝 同年12月,沙陀略可汗因隋朝对其礼伯说 我是周家的亲戚,现在隋公自立为帝 我不能制服他,又有什么脸面去见千金公主呢? 于是,借口为千金公主的忠实复仇 与前北齐银州刺史高宝林联合攻陷淋渝官 并与各部落相约,准备大举南清隋朝 当时隋朝草创,隋文帝因此很害怕 就下令修筑长城,发兵屯筑北境 命令英寿镇守幽州 于庆泽镇守并州 屯兵数万,以加强幽病 以福坡,灵兆,武威等地的守备 掌孙胜早知道突厥这些可汗 包括沙伯罗可汗,达头可汗,阿波可汗,突厉可汗 等疏职兄弟各统强兵 都号称可汗,分居四方 内怀猜忌,外事和好 对他们难以逆争,容易离间 于是,掌孙胜上表隋文帝 详细分析了突厥内部的情况 面对突厥的威胁 隋文帝提出了远交进攻 离强和弱的战略构想 掌孙胜的上书得到了重视 隋文帝在此基础上制定了隋朝对突厥的基本策略 掌孙胜是这一政策的提出者和具体实行人 掌孙胜曾作为使者 三次出使突厥 送千金公主,安逸公主 逸臣公主入突厥 和亲在历史上促进了双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 作为册封使者 册封千金公主为大义公主 册封墨河可汗 叶护可汗 两次出使突厥 巩固了隋朝与突厥的陈属关系 掌孙胜还作为劝诱抚慰使者 多次出使突厥 掌孙胜凭借其熟知突厥各部众的离合情况 运用远交进攻 离强和弱的外交手段 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以便日后做到分化突厥 逐一消灭 取得最终胜利 开皇五年 公元585年7月 被西突厥打头可汗逼迫的沙伯洛可汗 向隋朝请求撑翻 从此 北部编换基本消除 解除了隋朝南下灭城的后顾之忧 之后 更是扶持启明可汗 使其政权成为了清随的突厥政权 是隋朝经略突厥成功之处 这也是掌孙胜的得意之作 掌孙胜离间了都南与阮干的关系 扶持小可汗阮阮 并上书逆劝隋文帝许婚阮干 在阮干最落魄的时候 掌孙胜独际陪伴阮干入隋 隋朝封其为启明可汗 之后 隋朝对启明可汗实行了保护政策 开皇二十年 公元六百年四月 不加可汗率兵进犯隋朝边境 隋文帝命令晋王杨广 上书幼谱社杨素出宁州 汉王杨亮 诸国十万岁出朔州 合击不加可汗 掌孙胜则受任为秦川行军总管 率突厥归父的各部为前锋 随晋王杨广出征 当时不加可汗正与杨广对峙不下 掌孙胜由于熟悉突厥的民俗风情 知其人马经需饮用潜水 便献祭在泉水中下毒 阳广一击而行 命人在泉水上游散发毒药 突厥的人畜饮水后 很多被毒死 人心惶惶惊 惊道 天与恶水 其王我乎 随年夜顿逃 掌孙胜率部追击 斩杀突厥军千余人 扶百余狗 六处数千头 杨广大喜 遂应掌孙胜入泪帐 把酒言欢 当时由突厥达官来详 坐在帐内说道 突厥之类大位宇文总管 闻其躬身位为匹类 见其走马称为闪电 杨广笑着说 将军阵路危行御外 遂与雷霆为此 一河壮灾 不加可汗 后被十万岁击溃 远顿沙漠 凯旋后 朝廷受掌孙胜 尚开府一同三思 并再次回到大力城 安抚新规府的 启明可汗的突厥人 仁寿元年 公元601年 掌孙胜上咒说 尘夜灯尘楼 望见济北有赤气 长百余里 都像鱼角一般 下垂到地上 兵书上说 这叫洒血 出现这种迹象的国家 必将破亡 要灭亡匈奴 现在就是时候啊 隋文帝 召令杨素 为行军元帅 掌孙胜 为寿降使者 援助启明可汗 北极不加可汗 来年三月 隋军至黄河 正值突厥的 斯利墨金等 率部渡过黄河 袭扰已经归降 隋王朝的启明可汗 掠走了男女六千人 身处二十余万头 掌孙胜与上大将军梁末 奉杨素之命 率轻济追击 转战六十余里 大败突厥 掌孙胜又与启明可汗 分遣使者 往北方铁勒等部 招府归顺 人寿三年 由铁勒 斯街 符合聚 魂 胡萨 阿伯 蒲古 等十余部 背离不加可汗 投降于启明可汗 不加可汗 因此溃不成军 西奔土玉魂 掌孙胜护送启明可汗 把这些降众 安置在了冀北 启明可汗 于是尽得不加可汗之众 从此多年 启明可汗与隋朝 一直保持着 亲善的关系 仁寿四年 公元604年正月 掌孙胜完成了 安抚突厥的工作 回到长安 侍逢隋文帝暴崩 已经被立为 皇太子的杨广 力不发丧 任命掌孙胜 为内衙素卫 支门禁士 即日 败为左领军将军 确保自己顺利登位 视为隋阳帝 大业三年 公元607年 隋阳帝遇北行 致于林郡 遇出塞外 成兵要务 因怕启明可汗 京剧 便先派了掌孙胜 去做启明可汗的工作 启明可汗文讯后 召集索部 西 市围等十余个部落的 酋长聚集 以迎接隋阳帝 掌孙胜 见营帐前 杂草重申 想让启明可汗 亲自拔除 并让各部落 酋长看到 使其明白 天子的威众 思虑过后 他手指 帐前的草说 此根极香 启明可汗说道 不香啊 掌孙胜又说 天子所行信 所到之处 诸侯都公亲洒嫂 除亲欲露 以表明自己的 致敬之心 如今 牙障之中荒芜 所以说 是留香草罢了 启明可汗 这才勿其本意 拔下配刀 亲自除草 其余各部主长 见后 争相效仿 启明可汗又发令 举国就义开御道 西启渔林 东达一见 长三千里宽百步 隋阳帝得知此事 对掌孙胜的办法 非常赞叹 后来掌孙胜 被任命为 淮阳太守 他尚未复任 又被任命为 幼肖位将军 大业五年 公元609年 掌孙胜去世 十年五十八岁 隋阳帝身表道西 赐予了丰厚的祭品 大业十一年 公元615年 隋阳帝出塞北巡 与耶门 为突厥 使臂可汗所为 危急之下 不禁感慨道 如果掌孙胜 还在世的话 朕不至于 被匈奴逼到 如此地步 掌孙胜的女婿 李世民 后来登基 做了唐朝皇帝 追赠掌孙胜 为司空 上驻国 齐国公 师号为县 他的曾孙 掌孙楚碧 穆志民 只称他为 齐王 总之 掌孙胜 实施的策略 使突厥内部分裂 大小可汗 互相猜忌 并且扶持了 启明可汗 像隋朝的地方政权 一样对待 启明可汗 也终其一生 来维护 突厥 以隋朝的关系 这些都是 掌孙胜的功劳 他远交进攻 离强和弱的 这一策略 结合隋朝的 实际情况 运用发挥到极致 为隋朝治理突厥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